太阳的晒屁股喽 今天外面的天气可以 蓝天白云 外面还没有什么车 太阳晒屁股喽 起床了 这狗子 起床了 还抱着个娃娃 起床了 再去玩 凹什么意思 今天天气比昨天还好 晒点太阳进来 感觉湖边没有人停车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停到湖边了 终于叫醒一个了 生生懒疑 大白 大白过来 叫起床 叫起床 掉鞋子 叫去走 大白也叫你起床了 起床啊 再去玩了 是吧 白还想去玩 我们起来啊 牙都没刷 就把车子挪了个位置 看那个路边没有车子嘛 想过来 看到后边路个营的 但是呢 过来才发现啊 他每隔下去的路口啊 都已经那个 被封起来了 被那个 泥土啊 石块啊 封起来了 所以说这边就一辆车子都没有了 可能是不给他这边露营了吧 走到对面去了 no 那些车子都在对面了 对面的好像 要给钱吗 还是怎么的 反正就在那一块了 就这边就不给 不给车子开下去了 曼一世一大早安说 哎呦 可以终于可以轮到我们去露营了 一辆车都没有 来了以后空关系异常啊 在那玩玩吗 就走到湖边玩玩吗 这湖边还是很舒服的啊 两个小女娃 骑一匹马 白马好帅啊 白马好帅啊 你要在桃圆上 就给你整匹马 哦呦 这里挺好的 这个水还挺急的 可不能随便下去玩啊 很容易被冲走的 哦呦 这给大白做的鸡胸肉 胡萝卜 最后一块鸡胸肉了 熟了吧 不过来 来拌火 晾一晾给大白吃 补一补 昨天爬山爬内了啊 我们也吃点牛肉啊 补补 牛肉 这牛肉不知道是不是买的牛里去 看一下外面 我刚刚还一个人都没有 你看现在 慢慢的开始有好多人在下面露营了 露营还是可以的 他们本地的 拿一个垫子 然后带好多吃了过来 他们好喜欢这样子露营吃饭啊 这个番茄鸡蛋 这个也炒两个小炒 炒两个小炒 今天一锅炖肉是吧 大白也荤素搭配啊 感觉肉比我们多 汤也给他一点不 给他炒亮亮的给他吃 但是搭配 狗子也跟我们学了 这是大杂烩 啥玩意儿 这青鸭炒牛肉 不是大杂烩 大杂烩 我喜欢这种大杂烩 你们拿手 他杂烩 我不是大杂烩 青鸭牛肉 狗子给你先吃 不要看我们吃 我们的 早中饭 早中饭啊 可以啊 感觉好像好久没吃这种小炒了 老徐的精致小炒 私人私厨 那叫什么 我是你的 叫 这叫什么 私房菜 私房菜 来吧 这是老几样 老几样 私房小炒 三个这牛肉 我觉得最喜欢吃 番茄炒饭 我感觉你炒的跟外面的 真的完全不一样 很好吃 比外面的好吃很多 在外面没吃到这种 特别下饭 饭饭特别香 还挺 吃吧 这种小炒不错 好吃 还是那个味 这个适合拿来拌面或者是拌饭 特别香 他们这叫这个叫吸辣蛋 吸辣蛋拌面 外面这天气 刚刚还大太阳 蓝天了 现在好像下雨了 好多人在外面露营 他们也要跑了 下的还挺大 饭都没吃完呢 他们 他们直接整个毯子就抬走就行了 领包变的 你看这天空 这边一半是乌云 这边是蓝天 这边是蓝天 我觉得他们 直接往右边挪就行了 咱们一边乌云再过去呢 真的是一半蓝天 一半乌云 好远的天气 今天我们准备走一下恰塔环线 恰塔环线 就是从卡西到塔林木井去的 这条道 风景听他们说也是非常美的 我们的准备今天走一下这条道 然后看一看路边的风景 这边雨下下停停的 发现了 他每天都要下一点雨 就一点点小阵雨 有步行的路线 也有自驾的路线 也有做观看车的路线 要是下雨的话 恰恰环线对我们房车 就不太友好了 房车的话 因为那边的路面 都是废布装路面 不知道我们房车好不好走 人家说下雨天的话 就建议就不要走了 如果不下雨的话 就没啥问题 就跟这种一样的 没啥问题 那边也乌云了 不知道会不会下 到入口还得30公里 还得也要半个小时 我们去看看吧 旁边那个地方 是往卡西的森林公园 那边就是 要坐观光车才能进得去 这边还是挺漂亮的 要是前面雪还没有画的话 有雪山拍出来更好看 看一下这点好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中转转 这一看就是茶几草原 这边的话就是吃饭最多的地方了 吃饭周术的地方 这走出来一点果然下雨了 下某某雨应该没事吧 不知道 看下的路面上是不是 这边就一点都不绿了 黄了 有点秋天的感觉了 看草原还是北湖 六月份是最美的 六月份是比较合适的 最好的时候 六月跟七月初 就有点顺势了 因为要割草了 这有一辆大一点的车过来 就不好汇车了 嗯 太窄了 往后退一下 对 原辆车往后退一下 对 原辆车往后退一下 这个宽一点的地方 是的 但是旁边没有这路牙子 它还好一点 看这边上 对 原辆车往后退一下 对 原辆车往后退一下 看病病了 对 原辆车往后退一下 我的天哪 小哥 怎么辆车往后退一下 真的 正在踩上坡的地方 要闻的话还是很容易的 这边下雨感觉石头容易掉下来了 是不是 对 挺危险的 好 看病病 好 好 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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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真正的路口 前面还不可以走吗 不知道 也要买飘的吗 山路破洞比较大 禁止握车货车 车座以上的车 禁止车座以上的车辆通过 卡拉郡公路项目 以后这边建好的话 这边可以直接穿越到卡拉郡了 不可以走吗 你好 你车子上不去吗 车子上不去 是下雨天上不去吗 对下雨天 那个车车的他们好不容易下来 而且他们也不从卡拉郡过来的 嗯 他还是进去了 没有 你也叫车走吧 不要瞅啊 你们家里面是不是很烂 你好 你们从里面出来了吗 嗯 我们去卡拉郡了 嗯 这车不行 这车不行啊 这四季车 下雨天不好走是吧 然后下雨 他那个有些黑米包啊 嗯 滑得很 滑得很是吧 这路摘得很 你这样看的很 不下雨应该没有 不下雨还可以 不下雨还可以 小心点 不怕 就是 嗯 好 下火雨 好的行 谢谢啊 再见 我们把车倒出来吧 前面刚前面那辆车也也不敢进去 他底盘太低了 对 这四驱车可能好一点 对 哎呀 才到热口这里 这里是哪里出去啊 这里不知道 这个天气啊 从这条道进去呢 后面就是那个 恰恰的环线啊 下雨天嘛 下雨天这里面呢 就是路特别的难走 有可能会线车啊 还有那种很多 就是地方容易滑的 路很窄嘛 所以说比较危险 我们这个车呢 它都是劝反的 天气变得好快 又乌云了 啊 我觉得在新疆这里啊 以后可以换一台那个越野车 走这些这种 这种就是说 房车折不晓的路线 我觉得挺好的啊 冷啊 冷啊 那我们就 去不晓了 我们就撤来啊 在卡西这边嘛 反正就两条路线 一个就是恰恰环线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恰恰草原嘛 森林公园这样子 看不成的话 我们就 走了 以后我们再来 以后我们可以对吧 换个车再来